好 这一题是说怎么样传闻到每一个debute的个性或者是能力或者是心到底有没有在吐司 好 我先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第一个 若说意愿的话就说他心有没有在吐司 其实还蛮简单 就第一个 看看他有没有上社科或参加我们的活动 基本上如果他心有在这边 他会把吐司的活动排在他的人 就是所有事情中很前面的那个部分 如果他心不在这边 他自动会把那些东西排在他的课业或者是什么交友之后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判断的点 第二个是他做事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是就以一个VP来说 命令下达到他完成 然后你check 说OK 没问题 这个循环他花了多少的时间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蛮具指标性的站立的评断的方式 好 那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 好 我先讲一下别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管道可以去观察一个人 我自己觉得说 第一个是比如说你面对面的时候跟他讲话 他的说话方式说话逻辑 然后像以EVP来说我们有开会嘛 所以每个礼拜我们都会见一次面 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的说 Oh Deputy是什么样的性格 他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跟他讲话的方式 这就是每个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风格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看他比如说FB的动态 他说奇怪他都po什么文 他会写什么发什么文章之类的 然后再来是说其实很多事情 比如说他做一件事情做出来成果他做事的方式 这些东西就是你如果很仔细的看的话 其实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样子 然后我在最后要做结论的部分是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让你掌握DevP的节奏 这个节奏就是你可以心里有知道说 他大概他可能做完这件事要花多少时间 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可能在什么地方会出什么状况 或者说他什么时候有可能感觉 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绷或危机的状态的时候 你心里VP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先有一个底 那有这个底之后你就做出那些状况的时候 你就心里就不会慌或乱 所以我会很希望说如果你当VP的话 其实要了解你的DevP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然后你可以由我那些观察方式去慢慢了解你的DevP这样子 OK